現在因為人事的一些紛紛繞繞 相對的用這些手段來迫使 總經理這些職務等等來朝判代理 已經威脅到我們員工的基本權益 有些非常極端的做法 不是我們所惡見也不是我們所願意 如果有什麼爭議 特別是工會如果有什麼爭議 可以到勞動局來或是跟市場處去商量 但是不可以動不動用罷工 影響民生問題的方式來要挾政府 如果是他的租金沒有撤銷的話 你們就可能演你呆弘 這是全體會員的心聲 不管李建市會不得不執行 是一定嗎?一定會去 如果是這麼做的話 我們不得的執行 那其實我跟你們講 頭頭腎或15%可能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希望藉由他的努力 我們還有一些可以轉盤的評價 不可以拿民生問題來做這種政治上的操作 我是作為主管機關是不允許民生問題被影響 所以市長覺得這樣是一個脅迫市府的事嗎? 我想是這樣啦 喊喊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適可而止 不要太過分了 如果他真的發動三天的代工的話 市府會怎麼應用? 當然會斷然組織 斷然組織是 這個劇本寫好不會跟你講